相傳在咸豐年間,粵劇紅旬弟子將詠春權傳入佛山。 之後佛山的詠春權派更加分成了葉文、阮祺山和姚財三派。 江湖人稱佛山詠春三雄。 葉文將詠春傳至香港,而同樣是詠春大師的阮祺山,後來移居廣州。 而我們所見到的阮祖堂,就是阮祺山師父的孫。 我的祖父阮祺山教了一個徒弟叫做岑能。 岑能當時是佛山天海察樂的一個伙計。 因為岑能他也教了不少徒弟在佛山。 所以佛山和廣州之間在阮祺山年春也有一個融合的基礎。 我自己也是教有某一些在佛山的徒弟。 。